大家好,我是Daphne Ho 我對日本美學有一個很濃厚的興趣 所以到我PhD的時候 我亦都研究日本美學和當代攝影的關係 今天在Final Asia 我帶了三套相片給大家分享 我希望透過我的相片 能夠呈現日本美學其中一樣很重要的principle 就是impermanence 瞬間流逝的美 我身邊的一組相片叫Wild Tapu 是在新西蘭的一個溫泉區拍攝的 這組相片呈現了過去、現在和將來 過去有很多年的rock formation 會看得到 當下的一些煙的出現 甚至希望我的觀看員們 用一些想像 可以想像一下 將來的呈現角度會完全不一樣 這組相片是在台東的太老角 當我去到的時候 我完全感受到大自然的澎湃 和人的渺小 我第一次是聽到 Silence 是甚麼一回事 甚麼的聲音 我亦都希望透過我的相片 呈現到自然界的力量 這一套是拍攝在日本直島 當時這個地方 其實是一個我很欣賞的藝人 李宇 Fan的Museum 和外面的作品 我當時去到 因為空間很大 我感覺到人和大自然的融合 這也是日本美學其中 很強調大自然的一個角色 你會看到這條線 其實我是採取了時間的流勢 因為陽光照下去的時候 倒影每一分鐘的流勢 都會是不同的 我亦都希望透過我的攝影 觀眾亦都會感受到這一點